閒聊軍中八卦 討論軍情動態 還是一起來研究軍武知識 這些盡在後衛豐富的部隊鍋 歡迎回到每週三吃鍋的時間 這裡是部隊鍋157集 那我們今天的來賓是 青年日報國際新聞組的組長王光磊 磊哥你好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宇柯你好 為什麼我今天要找磊哥過來 因為今年青年日報 他們這一次蠻重視一個國際上的航空與軍武的大事 叫做新加坡航展 這個我本來要去 但是等一下有些故事我在講 在2022年的時候 因為疫情 其實新加坡航展的規模縮小得非常多 而且很好玩的是 在那個航展前一刻 落馬突然打包走人 嚇傻全部人 等一下落馬是空城了 就是他那booth還在 但是裡面人去镂空 可是今年因為已經疫情後了嘛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今年的航展規模跟上一屆比 當然是擴大非常多 但是相較於歷年來 好像似乎又不是那麼的想像中熱鬧 所以今天我們就來請光磊哥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他今年去採訪新加坡航展 所見到的這些 我們可以說這種航空市場的一些趨勢 或者說軍武市場上的一些趨勢 我們來跟他請教一下 首先就是因為剛講到 因為我其實本來是要去的 但因為出了一些小差錯 所以變成說我後來自己去明登島度假 其實大家都在曬太陽 那幾天真的是很可怕 你也在曬太陽某種程度上 對我也曬傷了 我現在整個人變龍蝦了 不過上回在EP51 部隊過EP51 我請看已經兩年前很久了 你看現在是157 當初是51 那時候我訪的是嘉文哥 那時候他也去新加坡的航展 那時候還要隔離 那今年好像逛起來舒服很多 對 因為其實從 我在上次去新加坡航展 2020年那時候疫情剛開始 就回來就被關兩個禮拜 然後 那一次 然後當然接下來就陷入整個全球的疫情 在上一次2018年的時候 實際上是完全沒有限制的 所以就口罩那是什麼沒聽過 對 那這一次他們就非常強調 這一次是一個沒有限制 等於是那種全開 限制全開的航展 他們說 那開玩笑就是脫口罩的航展 所以他們不會有任何檢疫 也不會有任何什麼所謂的隔離限制 沒有一些建議說 你在一些比較室內展場的 你還是要戴個口罩 都沒有 都沒有 那就變成說 那個有時候可能喉嚨不舒服 戴的口罩 大家就感覺好像怪怪 對 大家會怕你 對 大家會怕你那種感覺 那但是相對就是說 我覺得新加坡在這一次航展 他們在宣布脫口罩這件事情之後 實際上他們也有強調說 整個供應鏈 或者說整個航太業 在經過好幾年的疫情之後 他們面臨了很大的危機 需要重振 所以 畢竟 我覺得航展有很多種 新加坡航展是一個偏向商業 然後重視市場 以及那種溝通 我每次寫大概都會寫到說 新加坡航展不只是一個商業的航展 它也是一個東南亞 乃至於世界各國航太拒破 溝通的一個平台 因為它實際上都會有相當多的論壇 那它甚至就像它的開幕典禮 都會在金沙酒店 然後有各國的將領 跟各國的那個廠商 然後他們會在裡面有點 不是搬在香格里啦 今年到金沙班 今年他們一直都在金沙 一直都在金沙班 所以是 下去讀兩把 從那個位置 它那邊大概是四樓 可以直接看 對面就是魚尾獅 所以去那個夜景還不錯 真的 所以你有去那個嗎 開幕酒會 對 其實開幕酒會有去 可是我會好奇啊 開幕酒會到底在開一些什麼 實際上開幕酒會 它的那個概念就是 由新加坡政府致歡迎詞 那他們通常是由行展的主辦方 以及新加坡的一位高官 那今年會是他們 今年是他們的副總理兼 他們的經濟統籌部長 王瑞傑來致歡迎詞 那他在致歡迎詞 其實他就提到說 現在航太業雖然走出疫情 但還是有危機 那包括供應鏈 綠能轉型 以及人才流失 我覺得其實在這三點 他們等於就是 新加坡在面對航展的時候 他們有一個相當的遠見 因為實際上這三個 就是目前我們航太業也好 甚至所有產業都面臨的困境 你即便走出疫情 你還是有很多問題 那當然啦 那個供應鏈的問題 其實還包括後續地緣政治衝突 像就是烏二戰爭 然後加薩那邊 打都亂七八糟 然後美中衝突 對 然後美中衝突 這三點 延續下來導致地緣政治的撕裂 進一步破壞了整個供應鏈的順暢 那再來你未來大家要綠能轉型 然後強調ESG啊 這個各種方面的 然後永續經營這一塊 也是一個挑戰 那再來就是人才 因為其實疫情很多 大家都裁員 裁員之後你要怎麼樣把 有能力的人才找回來 或者培育新的人才 還有一個少子化 對 而且少子化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困境 然後你要怎麼合併AI 對 那這些我覺得 他們很精準地抓到了 目前產業面臨的大困境 然後他們提出了這個問題 那希望大家共同解決 是 對 很多這些東西後來都在論壇上面 去進行討論 是 沒錯 其實很多人想說 啊 航展不過就是看飛機 其實有很多東西 包含像我那時候 去年去的IDEX 對 其實很多事情是在論壇上面 是 沒錯 但不過以媒體採訪 和觀眾的那種視野 其實論壇的東西 我們比較難去表達 對 因為它畢竟沒有什麼畫面 當然文字稿是可以 但是如果說今天以我自己個人 我這種影音的 它其實很難表達 因為就是一群人在講話 我同意 對 因為像我前幾年 我記得2015年的時候 我去藍卡威航展 實際上藍卡威航展 大家都知道它是飛的為主 然後飛得很帥 飛得很漂亮 但是我那時候最有興趣的一點 是當時大概美國跟一大堆國家 至少空軍三星中將以上的將領 舉行了一個空軍司令論壇 然後他們邀請了北約 當時的空軍指揮官 來親自做演講 他提到從南斯拉夫經驗 到後來的一些作戰經驗 然後我覺得它那個對於空地作戰的那些細節 我覺得那個東西遠比外面飛得還精彩 當然那是畢竟那個會提升到 對於我們寫東西有很大的幫助 但是這會面臨一個困境 我畢竟是文字記者出身 我對這個東西就很有興趣 那有些人是可能喜歡攝影這些 航迷他們就對於就覺得這個好無聊 會覺得像上課啊 對 其實是上課 但是我覺得這個上課對我也是非常有趣的 很有價值 那另外一個 其實我們單純就這次新加坡航展 其實舉另外一個例子 這一次有一個特點是 日本防衛省 他們的防衛裝備廳 第一次組團 拉了14 13個廠商 一起租了一個很顯眼的攤位 上面就有一個非常大的日本防衛廳的攤板 這樣讓我想到Adex那時候那個什麼 中國軍工那種感覺 類似 很像欸 因為其實早一歷來會這樣幹的都是俄國 俄國用Rostec的這些名義 那就是等於俄國聯合軍工的方式 把蘇凱啊那些一大堆各個廠商集結在一起 一起去推 國家力量計劃 對 國家力量計劃 然後這一次則是由防衛裝備廳這樣去做 那當然我們知道新加坡他們是用新科工程 他們是用工程 一個公司的名義 但實際上我們都知道他背後是誰 那但是相對的 那個我覺得日本這一次他們就 所以其實有幾篇國外的文章 我這邊自己在我們報版上也有提到說 這算是日本第一次做出了類似像這樣子的方式 我們用流行的話組國家隊 去來推他們的軍事工業的東西 那裡面你想得到的東西都有 從蘇巴陸的直升機 然後P1 C2 那個大型機 反潛機跟運輸機的引擎 KJ300 然後到衛星 到NEC的雷達 然後到3D列印的零件 然後以及 包括日本化學素質公司 他們做的鏡頭 鏡頭 對 因為他們那個不可能是用玻璃做的 是用素質做的 所以他們 哪個東西上面的鏡頭 你想得到的 可能的民用軍用都可以 所以我覺得那個是非常非常廣 而且很有趣的東西 不過他們並沒有時機來展示吧 就是模型為主 都是模型為主 但2020年 他們其實展了 蘇巴陸已經展了一次直升機 所以其實他們單純帶模型來 我覺得已經很有誠意 已經夠了 對 因為這次他們的重點 畢竟是 我覺得關鍵在於政策 那個政策的走向 外國人來看到其實他們秀的出來 對 第二個是日本正在積極解禁 他們的武器出口 是 或者說所謂的防衛裝備出口 那一來一往之間就很有趣了 對 這個其實很 各種奧義真的是熟的人 秀的那種感受很明顯 是 不過其實 我跟航展最近的距離 我其實就在那個 我離開新加坡的時候 我懂 我有看到你拍的照片 我起飛的時候 因為我剛好坐右邊 然後是北向起飛 對 所以我從右邊剛好看到了 張宜展覽館那一塊 其實沒有很大 跟IDEX比起來 對 因為這樣講 張宜展覽館 今年他們的說法是 規模恢復以前 但是那是室內展場 嗯 室內展場 他這次來了 超過50個國家 1000多一點點的那個 攤位 嗯 那 往年大概最多 我從2012年 2012 14 16 18 20 之前參加5次新加坡航展 最多大概是 1100到1200之間 是 絕大部分大概都是 1000上下 嗯 所以基本上 今年的室內展場 攤位數 跟確實回到往年的水準 但是 呃 戶外 是戶外的 嗯 有少了一點 對 我覺得今年的飛機 比較稀稀落落一些 嗯 對 因為有 當然有一個原因是 美國來的數量 遠不如一起 波音今年是不是沒有 對 而且波音 並沒有時機來 對 那 好啦 技術上 他們來了一架C17啦 但是 然後 來了P8 來了那個 H64E 嗯 但是 他們實際上 我認為 他們的在 客機市場 對 確實缺了 呃 拐拐拐 X 也沒有出現 沒有出來 對 這是他們目前 推最 推最用力的 推最機器的 對 應該737的MAX 也沒有 然後像他們的787 也還是沒有 是 這幾個都是目前 他們在主力上很在 去推廣 尤其787最近賣得很好啊 對 但問題就是相對也被 相對的一些 前段時間正好遇到一些安全性的問題 都MAX的嘛 對 然後就被打臉打得很嚴重 對 股價也 其實他們 我看他們 股價好像也還好 也沒有跌特別兇啊 呃 至少跟那個雷神比起來 那個GTF引擎 那一次 沒錯 我慘了 哈哈哈哈 您慘焙了 哈哈哈哈 我能理解 我覺得波音至少 算撐得住啦 只是他們今年 在航展上面 並沒有實際 因為以往 我們在航展上 可以看到 波音跟空八的 那種對決 往往都是對決 真的是經典 通常都是拿大量的 呃 就算是軍用機 呃 往年波音來的都非常的多 是 甚至他們不會 甚至不一定需要動員到美軍 他們光動員澳軍 澳洲的 是 就夠了 是 包括他們的 1737 嗯 然後 或者17啦 我們數字 那個有好幾 他的型號有好幾種叫法 嗯 那澳洲是17 對 然後P8 嗯 這些這些飛機 然後C1軌 這樣就夠 這樣就非常非常夠了 是 但今年他們波音來的 主要就是軍用 對 然後他們來給的那個 相關的介紹 嗯 或者說相關的conference 或者說相關的那個 Aircraft Tool 嗯 也有點 誠意不夠 例如像那個P8 它實際上就讓你上去看一輪 嗯 並沒有不准讓你 不能拍攝的 拍攝 嗯 那等於就是像 呃 大家都很熟的時光小尾 就拍了一個上機 上機影片 就只能到這樣了 沒了 就只能到這樣沒了 所以您也有上去嗎 呃 很可惜沒有 因為那時候正好卡住 我正好卡到別的 那個我去了巴西的那個390 C390音速機的conference 所以他們那個tour 其實都是一個時段的 對 然後就邀請你 然後就來 對 嗯 然後同時ste又有一個 ED效應機的那個 呃 那種 合約簽署會 嗯 然後我就變成說 呃 我 他開玩笑就時間管理大師 對 然後你必須要在很 那個 同樣的時間裡面 快速的確定 你要去哪裡 嗯 然後這個東西對你的價值有多少 嗯 然後他可能 可不可 可不可能 變成一篇OK的稿子 對啦 對啦 如果只是上機看一看 如果你有 那時候有發稿的壓力 的確 你就不需要 就要犧牲掉了 這沒辦法 例如像C390 嗯 其實也是 當初我去Fly 呃 就是我知道他會 第一次來新加坡 嗯 非常非常的期待 因為畢竟 呃 巴西這款運輸機 他 我從他剛開始 研發的時候就在追他 嗯 那一直到那個 他開始大量賣 在國際市場 獲得 蠻多 呃 正面的訂單 嗯 甚至還拿到 韓國的訂單 嗯 的時候我發覺 哇 他遲早會到 對 然後這一次到 那個確定到 那個新加坡行展來的時候 呃 我就選 我就已經 一開始 他是不是現在很 很少見的 所謂雙髮噴射型的 那種運輸機啊 對 算是非常少見 嗯 那大概只有 日本的C2 對 可以跟他 做對比 可是日本人價格差太多啊 更大 嗯 然後 呃 少了很多功能 對 C390比較 我覺得他們那時候 在推的時候 實際上我那時候問 但到 呃 就說他們可以 Fly 那個Aircraft 2 嗯 但是實際上到現場 他告訴我說 不能上機 哦 一開始 我非常非常的失望 嗯 然後覺得說啊 那你其他的客機 或者商務機都可以上機 都能登 嗯 但是你的那個 軍用機就不行 好 那最後他們的說法是 我們可以繞著飛機 近距離讓你 讓你走一圈 嗯 那還勉強可以接受 嗯 因為至少我可以從那裡面 包括拍攝他的貨倉 嗯 包括拍 看他的那個 呃 因為他這次來的是 他們的原型機 三號機 嗯 等於就不是他們現實際的飛機 呃 實際 哦 不是量產的 不是量產的 嗯 但是有時候原型機反而更好 對啊 因為他有他們自己一些 特別還沒有調整過 但實際上都留有空間的地方 嗯 那呃 他們上面有留有非常多的測試儀器 嗯 用橘色的 用橘色的那個 呃 用橘色的那個外漆來呈現 所以 更明顯 嗯 所以他就會呃 所以實際上走了一圈之後 我發覺 我還是可以寫一篇好報道 嗯 就那個時間就不會浪費 對 對 只是差別說 你沒辦法踩進去打個卡 對 有點這種感覺 有時候真的會有點傷心 不會打個卡這樣 開玩笑 以前 以前每年新加坡航展跟蘭卡威的時候 嗯 因為雙數年 單數年 對 然後就變成 每年都跟那個 呃 住夏威夷的那個 住夏威夷那邊的C17的 嗯 那個 的飛官會認識 嗯 因為每年都 都同一批人 大概都同一批人 然後都遇到他們 然後他們就會換班 對對 然後每年就變成說 都在C17裡面打卡 嗯 但今年的C17就不准進去 啊 今年就不能上了 原因很簡單 他的貨艙裡面塞了一架 MQ-9A 拆解的 啊 是備用機嗎 為什麼他 不是備用機 他的那個策略 他的放置方式 其實這也是一個門道 嗯 因為呃 過往 大家那個MQ-9A 大家都知道 大家有看過一些 關於無人機的電影就知道 是 所有的操控地點 實際上在美國 拉斯維加斯郊外 對 克里奇空軍基地 嗯 但在實際上要起落的時候 他由當地的操控台來控制 但美方現在已經為了要節省資源 而且呃 實際上相關的通訊系系統已經越來越進步 嗯 所以他們現在開始全面用 衛星通信的方式來操控 嗯 所以就可以省掉這一塊 哦 就不用那個飛手先飛起來 對對對對對 直接從地面就遙控你起來了 甚至就 對 就甚至直接從遠距遙控 換言之 呃 依照他們的所謂的那個 呃 所以這架運輸機 只要落地 下機 把東西運下來 嗯 組裝起來 這架就可以飛走了 啊 他就 他們稱這個叫遠征 無人機投射能力 嗯 其實這個部分 我覺得它是一個非常 有趣的 而且美軍正在 等於是美軍在做什麼 他告訴你 嗯 所以他的貨艙門是開著 讓你這樣拍的嗎 對 他開著讓你這樣拍 所以就不能上去了 對 但是相對的他就 這也是美方一個很開放的地方 嗯 我沒辦法讓你上去 但實際上我是讓你 告訴你我在做什麼 嗯 我明確地告訴你 我能 我能夠 我的能力在哪裡 嗯 我們正在做什麼 而且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因為他太強了 他不怕你知道 他還怕你不知道 其實實際上是沒錯 其實是這樣 他是怕你不知道 可是像過去 我們剛剛講到Airbus跟Boeing的那種對頭 其實很多是在動態表演上面 因為其實地面上的 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在互相搶訂單 可是動態上面是搶輿論 是 像過去我還記得一次很經典的一刻 應該是在2000幾年的時候的新加坡航站 那時候派出的是A318 是 A318做複翼滾 那一次很誇張 你很想像就是客機做複翼滾的狀況 所以 我都想像裡面的乘客 裡面的飛行員 是說來吧 我們來做吧 對 因為有些人會講說 奇怪 Airbus的飛機不是5xWire 不能做這種很極限的動作 其實可以 它是可以解開的 你那個紅色的那顆按鈕 要一直按著 它就可以這樣做 所以相對的 波音常常很喜歡表演的叫做 短距起飛 喜歡拔很高 然後弓腳高的 就是弓得很高 對對對對對 它們喜歡這樣做 可是像今年好像就比較 沒有這種刺激的 商業客機的這種 maneuver好像就沒有 因為我覺得今年他們 第一個A350-1000 不是第一次到新加坡航程 今年是第二次還第三次 那350-1000又 但是本身我自己還是覺得 它飛得很優雅 然後轉彎角度都很大 然後他們也有 那個做出幾個 還算 公腳還算蠻帥的動作 那我覺得他們已經很有誠意了 其他兩家科技 就是中國大陸的科技 對 C919 C919跟ARJ21 那這兩個就相對比較弱一點 那自然畢竟人家空巴是 玩很久了 玩很久了 對那其他兩款 基本上很多航電都還是 美國或歐洲的東西 對這一來一往之間是有差的 那波音的缺席 我覺得其實有時候 波音的缺席 確實會讓空巴就 啊就這樣吧 對就懶了你知道嗎 對就是這種感覺 因為通常波音菜的時候 空巴就會玩大 就跟你拼了這樣子 法國人嘛 對 可是像這一次航展 因為其實很多人可能沒有去過 對 那當然啊 他是個有票價的 是 要付錢的 要付錢的 不管是你是在trade day 或是public day 對 都是要開節 是 尤其trade day的價錢 還不是那麼便宜啊 沒錯 那這次其實有一些民怨在於交通 因為其實包含像我之前參與過的 像Adex也是有交通上的問題 當然因為阿博人畢竟比較有錢嘛 所以這方面還好搞定 可是新加坡的航展好像一直以來 從您第一屆開始航到現在 就跟巴黎航展很像哦 西方的航展好像在交通方面 一直常都被 complain 我覺得其實就是這樣 大家第一天人一定最多 對 大觀最多 然後展方最多 媒體最多 然後其他一些參觀的人也最多 所以第一天人會爆炸 對很可怕 那人 但是他所有的交通 第一天都會準備不周 嗯 可能接駁車不夠 然後相關的交通導引沒有完全做好 是 然後因為也不可能做壓力測試嘛 所以變成第一天反而是一個壓力測試 嗯 然後第二天之後就會好轉 哦 二天之後就OK了嗎 對 第二天之後就OK了 而且我覺得這一次他們的一些整理上 並沒有很 呃 就是有些標準是來來去去的 嗯 往年大概媒體中心都開到六點 就是五點展結束 嗯 開始感人 但是媒體中心會開到六點 讓大家能夠至少玩稿 是 今年大概五點十分 媒體中心的人就說 欸 抱歉各位我們要關咯 我說你們幾點關 五點半 五點半 哪來的擠啊 應該那時候還有其他媒體在吧 所有媒體都都在 大家都還在趕稿 全部都還在趕稿 那有些人就不理他 你有種就把燈關了 對 那我們是比較乖一點 因為其實其他人大概在等我 等我結當天的稿子 就變成說好吧 那我先把一篇結完 嗯 還剩下兩篇我們帶走再寫 是 可是帶走到接駁車點 等久耶 我們傻了 接駁車排到一個讓人絕望的地步 看不到鏡頭嗎 看不到鏡頭 然後我整整等了八十分鐘 踩上接駁車 天啊 然後那時候其實已經 依照我們自己公司的結稿時間 已經結了一陣 就是等於是已經結稿了一陣 已經過了 然後我就覺得 好吧 反正 我反正從接駁車 坐到那個捷運站 要大概三十到四十分鐘 我有足夠時間寫完一篇 他今天是接到哪個捷運站 Espo Espo 對 其實很短耶 但是實際上他繞這樣一圈 大概說四十分鐘有點快 誇張 可能是塞車的前提 對 在不塞車前提下是二十五到三十 哇 因為他要繞整個 對 他要繞整個張宜機場 然後繞整個繞一圈 所以 我在 我就 我就把包包放著 然後開始 等一下 他是有經過Denamira嗎 還是沒有經過 沒有沒有沒有 那應該很短啊 你說走北邊 走北邊啊 沒有沒有 他北邊是交通管制 所以他走南邊繞一圈 天啊 那就經過Denamira 天啊 對 經過Denamira 跟那個 張宜海軍基地 所以非常的遠 很遠 然後經過 Expo前面的那個交流道 然後再進入Expo 我知道 因為我去那個 明丹島 我 你是去Denamira 對 我去Denamira 所以那時候我想說 奇怪這個從 又從張宜海機場那個出口 踏出來 然後就 這個路怎麼開得好像有點久 因為我有經過張宜海軍基地 想說 真的有點久 對 所以我大概能理解他接駁車的痛苦 不過也還好 反正就是大家擠著 然後我就 就把筆電就挖出來 你有考慮搭Taxi嗎 其實實際上Taxi的問題在於說 當時進來Taxi也不夠 所以也沒有別的選擇 而且還那個 我聽說還有人搭那個Grab 還要加100新幣 對 好貴 所以其實就很麻煩 那大家這邊所有的100 就是大概在乘以24 23.5 23.5 好的23.5 23.5 對 所以其實真的真的相當 那個價格真的有點有點 突飛下 對 新加坡真的是一個相當高昂的城市 你可以說他們人均GDP太高 我們跟不上 是我們跟不上 那總之後來到後來到Azbo 然後就是一群朋友 一群朋友就說 我們在Azbo吃松發了 直接解決 然後當肉骨茶端上來的時候 我還在 厲害 我真的是 就這種逛展 這種交通問題 真的是會讓人覺得 有時候會很崩潰 不過這時候我們想說 在逛展的過程 你要怎麼樣取得足够的素材 其實這跟相對於 你在展會參與的次數 我覺得一 ips數有關 再來是你媒體 個人的趴數 第一個次數 因為其實相對 你參與過這個展覽 其實他們官方都會留記錄 嗯對 場上也都會留記錄說 这个媒体曾经有来过 其实PR很厉害 他们都会记 所以相对你下一次来的时候 你就会获得很多的方便 包含像你参展也是 逛展也是 或者说你去特定的一些摊位也是 确实 那像这部分 有些人想进特定的BOOF 会不会被拒于门外 因为其实这一次有一个很大的事件 叫做A400M事件 因为中国的民众 大陆民众 想要上A400M的时候 被德国空军的人拒绝 其实Airbus的人 并没有特别说 你大陆的人不能上 而是德国空军的人说不行 是德国空军决定不行的 那到后来就是因为 整个事情闹大 被舆论闹大 而且因为现在新加坡的 中国公民很多 就变成说 他们其实是 整个新加坡舆论一个 蛮强大的力量 所以后来 德国空军也就被开放 Airbus也被开放 那在这方面是不是 其实在这种展会里面 这种美角是很重要的 实际上 因为有一些状况 每一个国家或者每一个厂商 在参与这些会的时候 因为基于他们自己的政策 会有一些特别的做法跟想法 那我不说哪一家厂商 我这次去在新加坡航展 拍了他们其中的摊位 那他们问我是哪里来的媒体 我说我是台湾来的媒体 那他们请我删照片 先说不是中国大陆的公司 是一个欧洲的大型的跨国的 那个电子相关的 我知道因为我在iDesk 我曾经被某一个国家的 战车厂商拒绝采访过 而且说no photo any photo no 对 其实我知道 后面一定有一些故事在 那这些故事实际上背后 都是可能是前人的耕耘所致 我讲的非常的委婉 我懂 我懂我彻底的了解 那在这个情况下 那个我们就当然就是笑笑 就好 OK 配合你 就配合嘛 对 那其他的东西 反正某种程度上不差你这一间 或者说我自己 就是去挖新闻 或者去找 可以做我的议题 可以写点 是自己的功利 是 那跑了越多 然后越多 你会有更多 跟他们各家公司搞官的机会 那有更多的机会 所以你其实就是一个练习 我的开玩笑 都是来练英文 对对 来练英文 可是这一次啊 开放登机的产品多吗 因为这次其实飞机本来就已经没有那么多了 对 开放登机的产品就 好 刚提到的那个巴西 会给开 然后 迷航机都开嘛 对 Dassault的也给 加文哥也上过 中国大陆的C919 对 919 这是有给我们 有开 但是它实际上开的时间非常短 那我那时候我也在感高 我也来不及去 所以台湾媒体是它让你上919的吗 我不确定 新加坡人确定可以 但是台湾媒体我就不敢确定了 但是它有公开 就是有进email说 有这个时段大家可以去 是 然后 再来就是 其实就是贝尔的直升机 对 大概是这样 可是这一次好像军机就没有嘛 对不对 军机刚提到P8 P8可以上 对 但是不能拍 对不能拍 那 A400M A400M好像是 这一次台湾媒体很热忠的 很热忠的 很热忠的一个点 我们碰不到嘛 应该说 到时候我去新加坡空军的330MRTT 我也多嗨 我能理解 我能理解 因为我自己在兰卡卫 我看过马来西亚的A400M 所以我就对德国空军的A400M 就是换这个旗子 然后有可爱的铁十字灰的A400M 然后实际上 我更重视的是A400M带来的东西 HE45M 它们的直升机 其实藏在后面 大部分人都忽视掉它 但是它那时候展示已经拉下来了 对 已经拉下来了 所以它等于是货昌是空的 让你去继续看一看 然后里面挂个德国国旗 非常大的德国国旗这样 那所以一来一往之间 就会变成说 就是从这段叙述就可以知道 我在看这个Focus的时候 我会优先看 我没有看过 或者说我认为 它里面带的更重要的东西 例如像C1管 我们看了那么多次 我就会更重视 它这次是带什么来 因为以前的C1管可能都是空舱 为了就是它可能会有飞行表演 之类的状况 但这次里面就有东西 就有特别的内容 那这次这架A400M 应该带的就是那架 HE45M直升机 因为德国最近买了一批 而且要大量替换 它们现有的直升机 然后要武装化 给它们的特战跟陆航 还有空军使用 所以这个对我而言 就是一个有趣的信用 可是它们145M有让你去 仔细看它的座舱吗 没有 但它其实也是一样围起来 但至少我可以等于是 近距离去拍它 可是围起来 你就不一定要在红楼外面吗 就不能说跟它们沟通之后 然后进去里面看一看 这一次它们并没有让我让我进去 然后有时候其实时间上 我也不完全 每一架飞机都有时间 跟它们说 你可以让我进去看一看 对 因为其实哪怕是规模比较小 但实际上我认为我这次逛的 我都开玩笑 开玩笑那个成就指数 大概80几% 还没有完全达成这样 对对对 然后可是像A400M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想说 A400M这种也是螺旋桨的运输价 可是台湾的13洞也是四发 A400M也是四发 也都是螺旋桨 你觉得A400M跟我们这种13洞 你觉得它的设计差异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其实实际上它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A400M更大 它是介于 我认为它是介于C17跟13洞之间 它可以同时做战略跟战术运输任务 然后第二个 空八现在提供的各种的资源 让它能具备空中加油能力 空中受有能力 那13洞要另外加装 对 然后另外加套件 然后甚至把飞机改到 不成样子才能做这件事 才能做这件事 那其实 我为什么觉得A400M或C390 都是一个好飞机 因为它们都内建了这些能力 然后可以加个夹仓 就开始帮人加油 其实是功能很多的 那第二个就是 它们的那个跳伞门 其实是双开的 那可以两 当然啦 A400M长期面临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因为它是空八第一架 大型运输机 第一次做的 然后就会面临一个 它们一开始只能跳一边 那后来两边才能一起跳 那当然两边一起跳 才能够满足它们的那个 当初设计 投送的运输 投送的运输的速率 以及准确度 这是一个 那第三个就是 它们的货仓设计 其实很特别 一般来说 大家的飞 就是飞机是一个 算是一个圆筒 对 但是A400M上头的货仓设计 是一个类似梯形的设计 它让它的货仓的最上层 可以满足进去 应该说 它可以让它们的货物 等于就是完整塞到里面 不会有多余的空间 对 就是可以完美的塞进去 所以它是空间利用到 完全都没有 完全都没有 那因为其实一般来说圆的 一定我们货物是方的 对啊 所以一定会有一些细碎的空间 A400M希望把这些空间都利用进去 为什么它不留空间呢 一定要卡满满 它卡满满 它才能装得更多 号称 对 那其实这个部分 我们一开始看到C390 也有这个疑问 它的货仓乍看之下 因为内部配置跟C136接近 而且它的货仓感觉好像更短 它怎么有办法 载得比C136多呢 后来听巴航的人解释 它们的战板 可以 就是它们底下的后波道 也可以放至少两个以上的货盘 所以实际上它们货盘放的 会比耀山东多 因为斜坡板是可以放的 对 斜坡板是可以放的 但耀山东是不行的 对 耀山东只能摆一些散货啦 对对 防散货这样子 没错 就像例如媒体的脚架啊 对对对 脚架都是摆在那个地方 对 摆在那个地方 一个这样我一好奇啊 所以A400M的那个货舱顶上面有没有吊车 货舱顶没有 是没有的吗 没有的 对 可是相对平整度来说 会不会相对腰山东来说比较舒服 其实是看起来会更舒服 更漂亮 因为我看它们好像很对于美观方面蛮重视 就达梭的名言嘛 好看的飞机一定是好飞机 而且我这边还可以再顺便补充一下 因为大家想说 那A400M是Airbus的飞机 那基本上Airbus的飞机都有个特色 它的操作方式都相同 其实A400M跟其他Airbus 不管是330 340 380 其实都类似都是fly-by-wire的飞机 尤其它的界面 其实是完全复刻A380的 它其实蛮有趣的啦 因为A320 330 340 其实是第一代的fly-by-wire 那到380是第二代 因为350后来又改了一个界面 它就是跟380同样的一种界面 所以其实你飞A380的人 你去飞A400M 基本上可以算是无痛险解吧 是真的 所以它这方面我觉得是蛮厉害的 因为其实在均转名方面 其实Airbus有考虑到这一点 其实包含像刚刚光磊哥讲到的 那个H145 它后来均用版加了个M 对 其实台湾当初是买EC2005 现在叫H2005 其实它新加坡用的是H2005M 我在那个机体开放的时候 也有进去登机上面去过 真的比我们的EC2005好耶 没办法 好高级哦 其实我们的EC2005已经很高级 很高级 但是那边更高级 我就想说好流口水 因为他们有头盔显示器 有有有 很高级你知道吗 超高档的 我们的没有 其实可以选配 只是那个 因为Airbus的飞机比较贵 是 我必须说啦 在国际市场上 很好玩哦 民用机 波音比Airbus贵 是 但到了军用机 Airbus比波音贵 对 这有点 我觉得有点吊诡的事情 我觉得蛮有趣的 不过就一种 我们刚刚一直讲到 就是美国跟欧洲两大巨头 在那边对咬 这时候我们就要讲到中国 因为那个C919 中国大陆这一次 第一次派C919出来 而且他们也 你也知道吗 大陆官方对于C919 中国商飞 一直认为说 啊这是我们的骄傲 可是呢 这一次 您觉得他的效果呢 因为有 他有做示范飞行吗 有 他有做demo 我第一个觉得就是 好啦 我的本能感觉 嗯 他发动机好吵 很吵 跟 他不是用 G 那是用G1的吗 对 但是跟 优异亚的飞过的 A350 1000比 嗯 他有点吵诶 诶真的吗 对 哇 两架的飞机 C919明显小一圈 嗯 但实际上 他的发动机声音更大 诶 单纯就 呃噪音 地面噪音感觉 感受就有差 就有差 嗯 那在一些飞行上 他并没有飞得像 350 1000 那么赶 嗯 那 他有试图做一些的 那个maneuver 我觉得他有 等于就是到位了 就好了 他没有到 不敢大胆 不敢大胆 嗯 比较保守相对 相对保守的多 嗯 那在展场上面 你觉得他们在地面 上面的热情 有比较就是像 积极招揽的那种感觉吗 我觉得没有 嗯 但是实际上 他们在 这一次 呃我们单纯就 他们在展场里面的位置 嗯 过往 呃 新加坡航 呃应该说 章仪展览馆 正面的入口进去 嗯 呃 通常正面 看到就 ST自家人 那个新科工程 那没话说 嗯 后面就开始是 包括MBDA 然后空中巴士 嗯 然后那多这些 欧洲公司 嗯 但这一次 出现的是 中国商飞 哇靠 他们抢黄金地段 然后 呃 包括像那个 就是歼20啊 这些的模型 然后包括 那个对面的 呃 联合飞机 嗯 他们占了这些地段 再后面一点点 才是 那个 Airbus 这些 哇 他们这一次 这样看起来 其实 他们很积极 这一位 单纯 单纯就 他们这次占的黄金地段 嗯 确实 就像 那个 雨薇讲的 他们占的 所谓的外商的黄金地段 嗯 而且有试图像 我认为他们这是第一步 嗯 像东南亚 或者说 呃 两大 两大 那个 波音跟空八下的一个战书 嗯 但实际上空八在被问到这个问题 其实因为其实这个新闻弄的很大 对 我们其实我们当然欢迎所有竞争者 嗯 就是老神在在 对对对对 欢迎来来来来 欢迎来 嗯嗯 把市场做大嘛 把市场做大 但你能抓多少再说了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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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能有感受到那种氛围 是 尤其最近那个Airbus的订单也是很惊人 对 尤其应该说他已经碾压波音两年了 所以其实Airbus现在口气真的是蛮感的 而且是 就嘉文哥其实新闻报导优袭哦 现在其实Airbus不只卖飞机 嗯哼 还卖飞机的slot 是 确实 就是你知道加价可悠闲这样 哈哈哈哈哈哈 这广告现在卖飞机可以卖到重程度 是 然后你 你要买飞机可以啊 哎你要不要加价可以选优先 哦 你可以提早交机可以加价 对 哦 那个现货可以加 你加更多可以有现货这样 没错 我觉得这广告可以跟买特斯拉一样 买特斯拉或者说现在FuPunk也有这类似的 类似的 对对对对 这种做法 优先送达嘛 加一个钱就有 我觉得现在是很好笑 可是以大陆C919这一次你看他们 其实包括整个中国军工厂商啦 应该说他们是请也是一样 请全国之力这样冲哦 是 那台湾的厂商你觉得今年有增加吗 我觉得今年有一个 呃 今年说是有16个国家馆 我认为技术上是17个 嗯 因为我们 呃因为说台湾总共8家厂商 他们就集在一个区块 然后那是一个 我们我就戏称那叫一个不是国家馆的国家馆 嗯 那被我们的后面后方还有一个明确的那个 那个combank 里面是算是外商的combank 但里面至少有我们的那个P3 13洞 有国徽的 是 对 所以其实那是一种 那个看到的感觉其实还蛮开心的 就是这种变相的国家馆 我们自己家的 呃 出现在新加坡航站 嗯 对包括长荣航太 创未来 然后一些机具工厂 是 机具公司 是 然后相关的这些部分 总共8家 嗯 远比之前我12141618都多很多 多很多 对 因为往年大概就是一两家 嗯 那 有些甚至不是坐飞机 或者说甚至是坐 呃 甚至不是零附件那种 甚至不是零附件 甚至是做货运软体服务 啊 对 有过 我有遇过 我记得14还16年遇过一家 他们是做这种软体服务的 而不 甚至还不是实体的 商品 是 对 所以这次看到蛮多 而且其实外商的询问度 感觉是很高的 嗯 所以这其实让我觉得是还蛮开心的一件事情 嗯 而且好像过往对于这种 我们代表 像代表处 是 来参观的时候 好像都是比较低调 今年好像就 呵呵 我觉得有点有趣 今年是蛮高调 因为往年 应该这样讲 往年 呃 几乎都是在 公众日 嗯 那个我们的代表才出现 是 公众日才出现 对 我自己记得一两次是这样 不完全是如此 因为我有时候并不 坦白说有时候逛展都来不及了 对对对 没有办法 等于是他 呃我觉得就是 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提到的日本国家都一样 嗯 现在各国大概都有那种类似的做法 是 希望 因为长期以来美国就是这样做 嗯嗯 呃 好玩是美国他们 呃 历年来在新加坡行展或其他行展的传统 他们美国馆都会自己办一个小小的开幕仪式 甚至还唱个国歌 哇塞 对 今年也是再来一次 今天还是这样 今天还是再来一样 所以就很有趣了 嗯 因为刚刚其实光丽哥有讲到 其实这个行展是比较偏向商业为主 是 它并不是一个呃 不是一个 不是针对秀 不是针对秀 针对秀 针对秀 虽然说它叫L秀 是 可是以军用来说 其实它也是一个重点 那以军用产品来说 可是今年比较让人跌破眼镜的是 因为以往几次 前几次 对 三无比都有来 都有来 然后都是做动态表演 是 可是今年它就只有静态 嗯哼 我想说 为什么今年突然的三无比 却变得如此的低调 那其他像B52 B52今年 虽然说上一回是一架 今年有两架 可是这种来冲个厂 它其实是算是一个助阵的行为吗 还是说其实 它有其他的一些含义 那这种军用来说 因为其实它有分所谓的专业日跟公众日 其实到公众日的时候 很多的职业 厂商都走了 那就变成说 会不会变成 它就是一个基地开 那其实是是如此 我们从后面回来 从后面聊回来 我这2012年我呆满全场 就是四天专业日加两天公众日 那时候简直是笑 然后到最后一天 最后一天下午 媒体中心只剩我一个人 然后媒体工作人还比较多 然后都跟他们开始在用鬼扯蛋聊天 然后等到他们结束 他们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 终于结束了 可以送你走了耶 可以送你走了 然后我就开始在那边卷那个当时的那个海报 毕竟是第一次去 留作纪念 那那时候真的是 里面的人满满的 就像我们的基地开放 然后像那时候就 我们在基地开放都看过嘛 就是一大堆小朋友 坐在那个棚场里面啊 然后就是走累了 爸爸我走累了 然后就坐在棚场里面 整个障礼展览馆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因为外头很热 里面有冷气啊 对里面有冷气非常舒服 然后所有的贩卖机啊 被搜刮一空这样 这种感觉 那实际上它就是一场大规模的基地开放 或者比较 类似型我们传统意义的Air Show 就是秀飞机 是 秀它现场的那个东西 然后像地面展示 那新加坡空军的各个飞机摆在那边 那甚至可以坐进座舱里面 试坐 然后体验一下当飞行员的感觉之类的 这是那个公众日的感觉 专业日就是 大家商业行李如意 然后新加坡展方 这几年这几届从18年开始吧 甚至为了避免影响张仪机场的起降 专业日第四天根本不飞了 对 所以一来一往之间就会让人觉得说 好像专业日并不是那么重视飞行表演 事实也是 因为本来新加坡航展对我而言 新加坡航展重点是在展内 你看其实大家可以听一下 我接下来整理的这个部分 它实际上新加坡航展的展场内 公布的东西实际上精彩度远远高于飞行表演 2012年应该说洛克希德马丁在新加坡航展 公布了F16V这个型号 是 然后2014年 诺斯诺普格鲁曼正式公布了Saber radar 就后来的APG83装在F16V上 是 2016年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公布了 未来新造以F16V规格建造的F16 将会命名为F16Block 70等其二 18年 他们简介的是Legion夹舱 IRST 红外线追踪扫描装置 然后2020年 洛克希德马丁就没来了 因为这个疫情 对因为疫情 那今年呢 今年实际上洛克希德马丁 它并没有那么高调 然后我觉得实际上 他们给的东西也不多 但我注意到一个新的东西 叫PRSM 精确打击飞弹 那等于就是 用在HIMARS或者MLRS 就是多关火箭系统上 未来取代陆军战术飞弹的新玩意儿 你说就是那个ATMCX的下一代 对的下一代 这是他们第一次展出模型 那当然他们正式配发部队 是去年底的事情 开始配发决定量产 开始配发去年底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是个新进展 而且落马并没有很 那个翘落打鼓这件事情 所以我会觉得 今年他们相对低调 很多很多 那刚提到那个F-35B的事情 其实在去之前 我也在期待F-35B应该要来吧 美利坚号都往那边 那边开准备去 每一次大家都是要看他 那边选空秀 对因为其实实际上 新加坡航展的前后 通常会遇到在泰国举行的 金色眼镜蛇连演 那美军陆战队 整个这样大举过去 通常至少来个鱼音 来个那个F-35B不过分 V-2也没来 V-2当然不会来 因为V-2还在停飞 对不起 八十几天了 还在停飞 还在停飞 那不过听说最近要开了啦 那是题外话 那至少这次 那再怎么样 来两架直升机也好 但完全没有 这次陆战队一架东西都没来 对啊1Z那些都没来 对1Z 然后H1Z或1Y都没有 对 所以这是非常罕见的情况 是 然后F-35B也没来 因为我们大家都suppose说 新加坡已经买了12架 预期2012628会陆续到 是 然后最后只来两架 西尔基地 然后前进部署在冲绳的 那个两架F-35A 所以我们就在想说 F-35A好 那就这样 然后没想到 那等于是航展结束后一个礼拜 新加坡决定 加购八架 三十几A 这是不是有什么暗示啊 这也是 我也在想是不是有什么暗示 但是 因为其实有趣的是在 如果我没有记错 在罗马的Chalet里面 展的F-35模型 还是B啊 对啊 所以就有一点点 让我蛮惊讶的 当然这可能是 新加坡房长黄永宏 228的那一天 他们在国会答询时 公布了这个计划 但我觉得大家都注意 都把焦点放在35A上 实际上他公布的是 他们到2024年 整个的建军规划 就我而言 这个东西也是很大 而且很有趣 因为他其实陆海空都讲了 那海的部分当然就是潜舰 那陆的部分就是新一代的自走炮 跟新一代 就是增加Hunter 就是他们新一代 装甲步兵战斗车的量产 然后未来的新装备 那其实这次新加坡航展 很多没有人注意到的是 他们做了新一代模组化的SAR-21 步枪的新的模组化的版本 步枪改版啊 对步枪改版 而且就是终于可以有伸缩枪托的SAR-21 因为过去没有 对过去没有 然后可以换枪管 可以换那个描具 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模组化 他们甚至做了一个很有趣的柜子 就是中间是枪的本体 然后上面有三款枪管 然后四个描具 五个防火帽 是不是在你选这种感觉 像玩模型 对玩模型 然后我就心想 这是乐高吗 对 也没有去 可是我这样蛮好奇 他们特别去展示出 他们新一代个装吗 新一代个装有 它绑在枪里面 所以实际上 它就是以枪为核心 然后慢慢一步一步 把他们新世代的个装组出来 因为我还蛮好奇 他们号称 全世界最通风的个装 到底有多通风啊 对我也很好奇 因为其实 坦白说就算二月是他们最舒服的一个月 白天还是很热 晚上很舒服 但是白天非常热 晚上的风凉凉的 但白天那个晒起来真的是 要命 真的很要命 很吓人 对 我非常谢谢今天光了一个 来给我们分享 就是这一次 看新加坡行展里面的各中奥艺 我们真的非常谢谢他 这次提供了我们非常多 很深入的一个资讯 那当然相关的一些新闻报道 其实都在那个青年日报 可青年日报现在外面还有在买吗 但是我们实际上那个网站 网站的新闻都可以看得到 对对对 如果各位对新加坡行展有兴趣 是一些深入的报道有兴趣的话 其实在那个青年日报的网站上面 为什么我可以打广告 因为都是政府机关 所以我可以随便打广告 那个大家可以到青年日报上面去观看 它其实有很多 算是蛮新的一些讯息 可以去供大家参考 那我们当部队过 是每周三更新 那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也请大家继续的追踪 分享给你的朋友 并且恳请讳赐我们五星的好评 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欢迎在Podcast下面留言区留言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光了一个 下周见拜拜 谢谢大家